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桩新闻在美国舆论界可谓是一时激起了千层了 我看到有不少美国网民都就此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无论这些人是不是TikTok的用户 他们大多表示了对美国政府的失望 美国的TikTok用户非常清楚为什么美国政府要禁止TikTok 美国政府对解决愈发严峻的枪支暴力问题 流浪汉问题还有通货膨胀问题通通不感兴趣 但却急于马上就要禁止一款应用程序 我根本就不是TikTok的用户 但我觉得所有这些推测都说到点子上了 美国政府的这项法案就是被用来散布恐惧 印度政府早在2020年就把TikTok给禁了 可这么做不仅没有保护印度政府鼓吹的那所谓数据安全 反倒还导致了印度TikTok用户数据的百分之百流出 美国的TikTok禁令可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如果TikTok被迫退出美国 那么它将没有法律义务配合美国政府的数据安全条款 而美国政府也没法再监视美国TikTok用户的数据了 那些既得利益者们根本就不在乎所谓的私人数据安全 他们建议的是这笔钱让一家外国公司挣了 而不是他们 而且因为TikTok是一家外国公司 对于那些他们不希望人们谈论的话题 他们也无可奈何 TikTok禁令的本质是一种透露一木马 如果它得以实行 那么往后美国政府就可以禁止任何网站 而非只是应用程序 很显然这些美国网民的心里都清楚 要求TikTok强行对华玻璃的禁令 对美国尤其是美国网民 特别是美国的TikTok用户 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这种要么你割肉喂我 要么我和你语似网破的极端法案 要是得以实行 那么到头来高兴的 就只有美国最顽固的那一撮既得利益集团 比如手握Facebook和Instagram等应用的 美国科技公司Mate的老总 扎格伯格之流 但是所有玩抖音TikTok的人心里都清楚 这个应用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推荐算法 而算法这个东西 我们国内早就通过法律程序 给安排的明明白白了 是禁止对外出口的 所以美国政府想要通过敏抢的方式 掠夺TikTok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没有推荐算法赋能的TikTok 只不过是一个空壳 美国的科技公司就是把这个壳子给抢过去了 也一样是与世无补 如此一来给TikTok留下的路子 恐怕就只剩一条了 那就是退出美国市场 这样的结果对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来说 也是可以接受的 他们虽然没能抢走TikTok的核心技术 但却可以通过挤走TikTok的手段 来抢占TikTok曾经的用户市场 典型的劣币驱逐良病 而事情要是真闹到了那一步 不光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们高兴 那些早就看TikTok不爽的 犹太复国主义势力也高兴 以色列媒体耶路撒冷邮报 这两天披露了一则消息 说是美国最大的犹太团体 北美犹太联合会 这段时间正在美国政界到处发动人脉进行游说 力推TikTok封杀令的通过 犹太团体这么做的动机也不难理解 因为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TikTok就成为了整个西方世界最能够 甚至可以说是唯一能够获取 加杀真相的信息渠道 TikTok上的信息流犹如一把锋利的刀 把以色列以往用来粉饰自己蒙蔽世人的那张虚伪画皮 给划破了一遍又一遍 内塔尼亚胡当局和犹太富国主义分子们 因此对他恨之入骨 想要将其除之而后快简直再正常不过 至于驴向两党那群政客 还有隐藏在他们背后 拿他们当扯线木偶的美国真正的统治阶级 TikTok的黯然退出也同样符合他们的利益要求 任凭这样一个不完全受自己控制的社媒平台 在美国舆论场上存在 时间长了多多少少 是会对他们的统治基础造成一定冲击的 你强 但是你又不可能为我所用 那我还不如杀了你 这就是美国统治阶级的一贯逻辑 正如我的户官好友平原公子赵胜所言 强如谷歌都要被迫跟着美国情报机构一起搞棱禁门 强如苹果也要为美国中情局开后门 TikTok凭什么例外呢 说到这里 我不由的又想起了那个关于营商环境的说法 我们这边的舆论场上 但凡有点风吹草动 就老有一些人蹦出来 喳喳呼呼的说什么 有邦金差了 破坏营商大环境了 国将布国了 而现在呢 美国那边可不光只是舆论场上的动静 美国政府 美国的高科技公司 还有亲以色列的犹太游说团体 这样的境外势力全都下场了 就为了把一家中国公司的一个应用程序往死里找 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就不见那些当初总试图规训我们 不要破坏营商环境的人站出来说两句呢 也指责指责美国破坏营商环境的行径呢 快拉到吧 所谓营商环境 这个说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相对于在华外资公司 尤其是西方在华外资公司而言的 一把讨论大背景换成了美国 那所有的前提条件就都不复存在 身上趴着一大堆既得利益集团的美国政府 可从来没有在乎过他们的营商环境 对我们中国公司到底有不友好 从前天的中心到昨天的华为 再到今天的TikTok 可能还有明天的比亚迪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高科技企业要进去美国就这么费劲呢 为什么我们想要在美国市场上踏踏实实的做生意 本本分分的挣钱就这么难呢 难道是因为我们技不如人吗 我不这么认为 这不是什么技术层面的问题 技术的问题相对而言反而是好解决的 他们的技术要真比我们的强 根本就不用趴我们过去和他们争 正道光明的在擂台上把我们给揍趴下就行了 非要通过各种下作手段把我们逼出擂台 逼我们弃权 就是不敢和我们正面较量 那么这种情形就只能归结为一种原因 那就是他们的心里很清楚 技不如人的那个其实是他们自己 就是因为他们没法在正常的竞争中胜过我们了 所以他们才会把心思都放在诸如扣押我们的高管 抬高我们的关税 制裁我们的企业 以及封杀我们的程序等歪门邪道和奇迹引巧上 我们中国人民从来就是看不惯这些歪门邪道和奇迹引巧的 他们对我们来这个 我们气不过了 在舆论场上用激烈的言辞争辩了几句 这难道不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吗 这算什么破坏银商环境呢 这算什么招致友邦惊畅呢 这算什么从此国将布国呢 如果我们只是因为说了几句气话 就要被人扣上所有这些大帽子 那么确实已经对我们下了死手的他们 又该当如何被心事问罪呢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 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 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 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 土地革命 揭露帝国主义 刺激他们 把他们打倒 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 只许他们规规矩矩 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 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 这两天我重读了教员写于 1949年8月14日的那篇文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不得不说 教员的文章真的是长读长新 哪怕到现在都已经70多年了 他当初在文章里头提到的论据论点 依然毫不过时 不仅不过时 反倒还在岁月潮流的冲刷之下 愈发的熠熠生辉 教员说 美国白皮书和爱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 因为他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 以及民主个人主义思想 而对人民民主主义 或民主集体主义 或民主集中主义 或集体英雄主义 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 不赞成 或不胜赞成 不满 或有某些不满 甚至抱有反感 但是还有爱国心 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 浇了一瓢冷水 丢了他们的脸 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 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 浇了一瓢冷水 我觉得美国众议院 如今通过的那份奢华法案 毅然 斗争是残酷的 尤其是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失败是常有的事 挫折是我们在斗争过程中 常常要面对的 人家那可是帝国主义啊 发展了多少年了都 骄狂和蛮横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 被这样的对手欺负到头上来了 我们忍受不了 要奋起反抗 因为反抗而受一点皮肉之苦 甚至是伤筋动骨 这都是可以预料到的事情 帝国主义不是吃素的 吃素 他也成不了帝国主义 和这样的对手做斗争 我们怎么能够指望不付出代价 就让他和我们老老实实的合作呢 关于这个问题 教员在当年就看得很明白 捣乱 失败 再捣乱 再失败 直至灭亡 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 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 帝国主义分子绝不肯放下屠刀 他们也绝不能成佛 直至他们的灭亡 不管我们投降不投降 帝国主义都是不会放下屠刀的 我们今天投降了 他不杀我们 改革我们的肉来填饱肚子 我们的死法也不过就是从斩首变成了凌迟 我们放弃了斗争 选择了投降 帝国主义最后回赠我们的 只会是更加痛苦的死法 想要摆脱这样的局面 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他斗争 坚决的斗争 顽强的斗争 我们在斗争的过程中 当然也会面临失败 但是这种失败和放弃了斗争的失败 并不是一回事 就是在为日后的胜利所做的铺垫 这是可以接受的失败 而且也是必要的失败 斗争失败 再斗争再失败 再斗争直至胜利 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他们也是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人民的斗争和帝国主义的捣乱 是相对的存在 没有帝国主义的捣乱 就没有人民的斗争 一旦人民放弃了斗争 帝国主义也就懒得捣乱了 而是改成民抢了 他们的失败会坚定我们斗争的决心 我们的失败会促使他们加大捣乱的力度 这注定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只有意志最坚定的将顽强斗争贯彻到底的一方 才有可能迎来最后的胜利 千万不要幻想着投降了帝国主义 能给我们什么好果子吃 他们是不可能会支持我们的事业的 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人民 特别是中国人民 而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就是团结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好的法宝 只有坚持不断的斗争 才能获得人民持续不断的支持 这个真理华为已经向我们证明过了 我希望这次TikTok也能将它贯彻下去 绝对不要放弃斗争 一旦放弃了斗争 非但帝国主义会嘲笑你 吞噬你的血肉 并将你的脑袋剁下来 秒到墙上当成战利品 一如曾经的日本东芝和法国的阿尔斯通 我们的人民也会唾弃你 离你而去 到时候你便成了孤家寡人 那便是再无任何挽回余地的此局了 斗争坚决的斗争 因为斗争而付出代价 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暂时的失败 所有这些我们的人民 都是可以和你一起分担的 一如今天的华为 败者亦可获得欢呼 但是掌声从不为贵者而鼓 站起来站直了 就像一颗哪怕在最严酷的龙东 也不肯凋零的松柏 然后朝着呼啸而来的寒风动雨 往前走 别回头看 我们可以摔倒 甚至还可以在摔倒之后 哭泣一阵子 让伤痛尽情的来 但是要尽快的过去 狂风中我们的行资 要比这凛冽的狂风更洒 一直走 走到风霜都吹泪了 打泪了 走到阳光明媚 走到冰雪消融 走到春回大地 走到万物复苏 一直走 他们的狂风雪暴 要吹多久 我们就走多久 一直走到 我们完全胜利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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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